花莲中区瑞穗籍光复的柳丁砂糖菊等柑橘类水果是进入到了盛产期 那么光丰农会为了要减轻农民产销的压力 特别向农民购买大批柳丁 并且借由农会超市的平台每天上午9点现场新鲜榨汁贩售 来协助农民产销的同时 也提供消费者新鲜现榨的柳丁汁 相当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一大清早农民从果园先采送来的柳丁 光丰农会超市人员初步筛检后 即刻传送到洗洁机上清洗干净 接着再以机器轮转新鲜榨汁 从清洗、鲜榨到包装一起喝成 就是要让消费者吃到最新鲜、最原汁原味的柳丁汁 我们一天就榨一次,卖完就第二天了 因为怕一定要新鲜,一天大概榨100多瓶 花莲中区包括瑞穗、光复地区柳丁、砂糖菊、杜己城等 柑橘类水果进入盛产的季节产量丰富 光丰农会为了减轻农民的产销压力 向在地农民购买大批柳丁水果 并借由农会超市平台行销贩售 现在目前这个季节正值柑橘类的盛产期 尤其我们的柳丁 我们辖区内也蛮多种柳丁的农户 我们就是利用在地的农户的柳丁 做地产地销协助把它榨成柳丁汁来做贩售 这个希望说我们这个柳丁汁能够增加农民的收益 也协助我们小农的行销 上周期光丰农会超市每天上午9点 工作人员就会当场新鲜榨汁 协助农民产销柳丁的同时 也提供消费者新鲜现榨的柳丁汁 达到在地产销的目的 现在也推出三瓶鲜榨柳丁汁100元的优惠价格 相当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每每一上架不到一天就销售一空 记者是日蓝光复采访报导